一般人结婚收礼金 这些礼金是为了成家做准备 不过有一对新人 他们做了一件非常感人的事情 他们把礼金全部捐出来给指风车 然后请指风车去花莲的妇礼演出 所以他们将会举办 150桌的星空餐会 跟妇礼的家长和小朋友 一起庆祝人生的新开始 指风车368儿童艺术工程 今年出发出了转动 五片香董元令 希望能让上位演出的 基隆花莲及外岛等五个片香的孩子 也有机会看到指风车的演出 就在此时因为工作五年多来 跟着指风车一起踏遍各乡镇的媒体 有望遗如 在步入礼堂之际决定捐出结婚礼金 为花莲复礼的孩子募集收眼经费 当我们两个决定要结婚的时候 我们一直在想说 我们不想要传统的婚礼 那我们希望说那样子一个 可能是充满爱与感动的夜晚 是可以被分享出去的 那要用什么方式呢 就是好 真的就是第一时间就想到指风车 2010年8月 王以如与王少如受朋友之邀 前往花莲复礼罗山 参与孩子的课后辅导 尽管是短暂的相处 却在他们的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也希望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那我们也知道就是天乡孩子的教育 所有的资源 其实真的不像故事的小孩子 一样那么的多 那他们可以看到演出 然后感受到一个非常欢乐的夜晚 跟大家一起同乐 这件事情对他们而言 可能就是一辈子真的没有几次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将我们的礼金 捐出去 原以为指风车的演出 加上妇理孩子的笑声 就是他们的婚礼 但深受感动的指风车决定 进一步募款希望能洗开一百五十桌 让当地的大小朋友吃喜宴看表演 也为新人献上祝福 他们不搬桌 然后把这个礼金捐给孩子 那我觉得我们大人应该要帮他们搬个桌 就是来祝福他们 原有企业主主动表达 全额赞助的意愿 但被巨团婉拒 执行长李永峰说 每个企业最多任养十桌 如此一来才能让更多人一起分享 付出的快乐